对牛弹琴 听到这么优美的曲子 老黄牛一点反应也没有 只管低头吃草 公民鱼以为老黄牛不喜欢听着这首曲子 于是就换了一首 可是老黄牛还是低头吃草 公民鱼将曲子换了一首又一首 老黄牛还是不理会 最后老黄牛吃饱了 竟然慢悠悠的走了 公民鱼失望极了 人们安慰他说 不是你弹的曲子不好 而是你弹的曲子牛根本听不懂 公民鱼叹了口气 只好抱着琴回家去了 成语对牛弹琴就来自这个故事 人们用对牛弹琴来比喻 对蠢人谈论高深的道理 也用以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 在那边 中文鱼 两天 词